回到我们转播现场 那么WTT球星挑战赛卢比安那战 接下来要来呈现男子单打的冠军赛 有星科球王王楚清 要来对上樊振东 双方过去十次交手 樊振东是八胜两败 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那当然在这个 7月初最新公布的世界排名 王楚清是在这种新的积分系统下 突然窜身 所以超越了樊振东 也取代了这个樊振东 长达142周 球王这种统治地位 成为这个00后第一个世界球王 所以王楚清现在正在这个 发烧的时候 正烫的时候 看看樊振东这场比赛 不会想要好好修理他一下 两个人前一次交手在 5月底南非的市井赛当时候决赛 樊振东是击败了王楚清 拿下冠军 那在上一战 这个 反正冬是3比2 打败巴西的Hugo Hugo Colarnio 来晋级决赛 昨天那一场球 反正冬是差一点要输哦 第五局开局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高球失误 让大家觉得他可能要输掉 但是还是被他扛了回来哦 那王楚清 九年的职业资历 生涯胜率八成 让他一路都是过关斩将 3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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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战也是打败了周启豪 然后八强赛是打败瑞典的Truth Morgan 所以相较起来 反正冬最近这段时间反而表现并不是那么的稳定 也可以说是有点疲态吧 他上一战才在决赛输给林高远 这一场这一战是林高远没有出赛 所以其实反正冬跟孙影塞两个角色有点类似 那一同都是会打到四强决赛四强决赛 反正更稳定是稳定决赛的是 好现在要比赛正式展开 当然讲到这个排名积分 目前王储清6465分 樊振东也才6255分 所以两个相差 也就是大概200分不到的差距 这场比赛 如果王储清夺冠 那稳坐 继续稳坐第一 如果樊振东夺冠 那排名将是樊振东重新回到球王宝座 对就变成最短命的球王 好不容易上去这场输了马上就下来了 才做一个礼拜就掉下来了 不过以周算来讲就会是这样 本来就是制度 根据比赛积分一直调整 但他是取前十高的分数在做排转 所以假设这个对樊振东来讲 是有加分 对王储清来说没有什么差异性的话 那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差异性 但相对来说 如果刚好是扣掉王储清 比较低的分数 加上比较高的 也许打完之后 排名也不会有所改变 即便是这场王储清 没有赢球的情况 是 直接偷袭一个长球 就算中远台的队拉 3比2 这个角度甩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中远台的连续两个反手甩 非常漂亮的利用自己的质量跟落点 把王储清给带开 这个球本来感觉像是 樊振东被抵到了 就一个反打 还能够回到王储清的反手位 而且到底线的位置 这是肖战 3比4 3比4 哇拉的非常的转 王储清第一时间 又想要等去上去等他一下 又想要做反拉 然后最后就等到 发现这球比他想的还低 嗯 再想要做个抓回头去做带一下 但是还是没掌握 这种的批长压制了 6比3 这球偏高了一点 出发现 Damen 王储清想要来个抢攻 失败 节奏上是有点被樊振东给压制 王储清还没有打出他该有的那种特色 跟那种爆发性的打法 打到网代这球出界 4比7 这下半出台太长了一点 其实这个球如果樊振东在揭发球上 没有办法把球控的偏低 稍微冒出台的这种情况下 王主星的抢攻还是都能够直接得分 王主星加油 这次偷袭长球 哇 没有准备等到这个点 7比5 哇 自己想要做个抢攻没掌握到 这个其实测开是有跟到的哦 但是比他强的再更转歪了一些哦 6比8 哇 也是偷长的 偷了一个长球 哇 漂亮的一个直线 这球可以压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压在底线到白线的位置 追到了7比8 这次等了一拍拉了一个斜线位 反而是让樊振东想要做反思 没掌握好哦 嗯 一样偷长球 哇 两边互偷长球啊 而且是尬磁场去压制对方 不让他们可以做比较好的拧球哦 9比8 确实两边都有点开始在做计算哦 控制跟反控制 互相限制对方的动作跟打法 也要正手藏了一些 哇 是自己的发球 直接接发球失误啊 这两个球有点被反动给套入去了 嗯 好 现在有两个局点 哇 还有 扛住了 哎呦 救了回来 哇 漂亮 哇 再拼回一分哦 这个球王楚清确实给的非常的漂亮哦 马龙 哎 反正能不断的进攻 王楚清都能够跟得到点 而且你看他边防边靠前上去哦 逮到有机会压一板直线啊 哎 看这个球会不会再偷一个长球哦 做了一个勾手 哦 正手短高了 哇 Dews DJ想要做白短哦 但是旋转没有吃住球啊 看我高了一点点 哦 王楚清反而逆转超前了 出现了局点 十一比十 挑的其实不错 也有欠制到王楚清的进攻站位哦 但反而是 凡政东自己稍微靠后了一些 没有顶上去 两勾 哇 可惜 王楚清自己的进攻失误这个球蛮可惜的哦 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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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发在鞋场 哇 被等住了 被预判 非常漂亮的这个球 故意发的特别歪出去 你看王楚清只能测开 并且去挖里面的一个直线啊 等住了反正东的这个点 给的非常的漂亮 王楚清局点 哇 罚的比较长也是可以的去挤压 凡政东的中间位哦 但这个球位置有到 速度跟旋转没有办法压制哦 所以看这个球其实推的故意比较长一点 好 凡政东是挤到的情况下 你看那个反手甩还能够 压的非常大力 等于是有点站好的抱甩的那种质量 确实不简单 十二比十二 哇 这时候反而是 王楚清自己 站位上没有到位的时候 就急着出手 反而是自己有点扛不住啊 反正东局点 哇 再丢死 各自都是接法球的拟球 直接失误啊 第一局是这么刺激啊 嗯 哇 这个球不想你转要主动的去做批长 你直接发球就直接失误 对 这个球带一点侧上 啊 啊 反正东局点 在做勾手的发球 好有幸运的擦网 但是 哇 十五比十三 反正东 反正东先拿到了第一局啊 现在一比零领先王楚清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回到我们转播现场 王楚清 跟反正东的比赛 现在第二局 王楚清的发球 第一局反正东十五比十三 是 哇 好机会 但是 这边没有杀过 对 可惜这个球 側身撇落点对 角度对哦 就是 没有上台 王楚清在第一局后段 我的揭发球 明显失误率比较高一些 蛮可惜的 第五十几次 从巴里十五 没有追 领先没有 哎 追回没有拿下 开局0比2 就像刚开始祖国赛前说的 如果凡正东赢的话 王楚清可能球王的位置 就换回去哦 那赛前大家也评估 是凡正东的胜率比较高 我想对王楚清来说 他也想要利用这场胜利 证明自己是 破真架实的那个球王 而不是说只是 刚好运气好爬上去的 毕竟他也是这么努力 拼那么多场球上去的 当然也是有球迷批评说 这个 连续九大赛都没有拿到任何积分 然后靠的是这种心智的积分 反正都 某些积分被取消 他才能够上来 所以两边的 这个粉丝是 炒翻天了 对啦 所以其实王楚清必须要证明自己有那个实力 对 以实力说话最快 对 就是他如果也想要拼到 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 那个奥运男单的第二席位置 因为凡正龙是笃定的 对 那他也想要去拼这个定外一个位置 因为马龙如果还想要 大家还是要给他 对 毕竟是龙队 龙队想要 别人不能抢 对 对 这很可惜 开局是不是你自己的领先 结果又突然的发球 发球的这一轮抢攻 没有办法得到分数 2比5 哇 连续两个的主动领球都得分 并且凡正龙这两个发球 弱点都被掌握住 这样会反而对凡正龙来说是 比较伤一点 好不容易要追上了 自己发球又没拿下 但昨天凡正龙也是有这个问题 在对Hugo的时候突然的一些 中间的一些乱流 明明就 赢得好好的突然顺顺的连续输球 也没有打不对 就是顺顺的输下去 这样 哇 非常漂亮的侧切 带非常转的侧下旋 王主先生尝试 想要在第一时间去做一个前冲 去抵较这个旋转 你看这手感球切得非常低 是 所以反而是让王主卿这个球 上来想要做前冲 是掌握不到这个旋转的 喔 最高5比6 双方在这一局喔 都是接发球得分比较多 发球分都失误的偏高 这时候王主卿直接喊暂停了 喊得还蛮快的 对 他可能觉得这一局丢下 丢掉的话 自己的士气跟打法会 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因为王主卿其实满打顺风球的 在状况好的时候 那个球是真的 谁来都挡不住他 所以他自己也会知道 这状况是当他有落后 或是在 局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 他的发挥是相对受限制比较大 他不像凡正东的抗击打能力 这么的强 所以他势必要让自己能够在一个 他认为是比较有信心 而且比较有稳定状态下 的这种情况去做比赛 才能够展现出他赢球 跟发挥实力的机会 必须 所以他适时地喊出这个暂停 觉得能够把自己调整一下 因为毕竟他这一局 都靠的是接发球得分 自己发球分抢不到 那现在是凡正东发球 刚刚那一球没有拿下来 如果这一分再不拿不到 以他自己的感觉上 他发球就会相对更虚 因为 本来就是要靠接发球得分 那被追平之后 发球再得了分 一口气就被拉开 变成落后的情况 那可能这一场比赛 就直接就去了 对 而且还一个最大的关键 我认为是 王主星他可以输 但不能输得太快 至少人家觉得说 就是他有符合到 那个所准和实力 而不是 没错 浪得虚名这样 凡正东一分的落后 哇追平了追平了 中间的球 还是免不了把这分丢掉 逮到了出台球 起板之后 中间的连续左右转换 还是被凡正东给尬出界 就是旋转反拉的这样偏强了一些 穿了一个勾手 嗯 就要看自己的发球 能不能够 牵制得住反正东 直接投长的 反拉直线 非常漂亮的 两个线路进攻 带一点幸运的插网 带一点幸运的插网 直线短的 6比8 这是第一次发出这种直线短球 本来都是在斜短跟直线长球的位置 好像做了一个变化 还产生不错的效果 好 主动的领及被等住了 这球非常的漂亮 等住对方 直接做一个反甩 摆高了 哇 好机会 对 这两个接发球都没有处理得很好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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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帆正东打了一波6比2 现在追平了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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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8 8 反正能掌握到出台的搶攻 结果连续拉的线空 现在竟然拉丢 就算是比较少见的自己会失误 还是在勾 勾个短的 测身拼反拉 但是被等住 这个球反正从一开始就被动了 一摆高马上退 被反摆之后也只能强势批长 硬拼反拉之后还是被跟出去 王初卿这个球算是处理得非常的稳荡 王初卿两个局点 关正东的发球 插往插边 运气也太好了 插往之后这球掉在桌上 再开一次 插往夹插边 好那么现在王初卿收下了第二局 11比8 现在两个人打成了1比1平手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现在再看到这场王初卿 对上樊振东的大战 第三局的比赛 这两局打成了1比1 第三局 樊振东开球 直接抓到 现在再取得了一个开局2比0 这球确实有测开 也刚好樊振东带的是测旋 所以会往王初卿的正手会转过去 所以王初卿有测开的情况之下 就很好做到抢攻 王初卿感觉气势有打上来 上一局虽然用掉了暂停 但是确实又把局处先稳稳地收下 对他这一局来讲 他应该就会更胆大胆地发挥 主台了 哇 漂亮的一个斜线对角 1比3 你看这个转换非常的快 拉转之后等待进台 反手直接做一个顺带出去 开局的整个气势跟运气都在王初卿这边 5比1 想要放慢突袭撇一个长球 就但反而节奏跟落点没掌握到 再做一个半出台 这个球做一个撤切削的动作 反正这球拉丢很可惜 感觉上 这一局是有点放掉了 因为整个旋转并没有掌握到 6比1的领先 还有 这角度打得很开 这不只打得开还打得快 对 拳头在第一时间的点上就出手 你看其实王初卿还跟得到 我已经觉得他很厉害了 反正真的是压制得非常快 又非常狠 你看这个角度 2比6 还有 连续的相持 王初卿的反手压制得非常的快 撑得前面非常的早 然后压得很快 而且是给出两个角度 哇 机会球但是自己没做好 对这群两颗这种拌高球的机会 想要辨证所会 产生自己的失误了 长所等 虽然没等到 但是拌的拌拍的你 拉反而 产生比较好的效果 8比3 哇 还都是自己的进攻失误 这一局至少丢三个这种强攻失误了 其实都有做到一些摆注了 反而这一局是王初卿这种扮出台的球 你可以看到他咬得非常的紧 你拔的比较赚 是 是 哇 哇 现在王初卿是得力不饶人 这些逮到的机会就时间拧出去了 还带着你小插王 11比3 现在王初卿连拿了两局 现在是2比1 超前了樊振东 好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好回到我们转播现场 继续来看到樊振东对上王初卿的比赛 王初卿连强了两局 2比1超前樊振东 对上一局是樊振东自己的进攻失误上出现了太多的失误 要看这一局会不会做一些调整 双方的这种反手反撕或反打的这种能力都非常的强 利用对方移动的反重心做一个快速的反撕拉 给一个大角度的位置 扛住了 哇挺的反拉非常的准 所以其实双方在进攻上都是有一种很好的衔接能力 是 那就是看落点意识跟自己站位上是否能够 想到再多做一板或是再多扛一下 而且两边的起手势蛮像的 发起来直接拧然后反拉丝带 哇这个球发长的 刻意发长的就很挤压到王初卿 完全第一次也没有反应到这球是长球 哇 等了一拍才发现这球长的就来不及出手了 好 这边是1比3 重发 这球发的长了一些 两边的战术都蛮像的 你偷我一个中间场我也偷一个中间场 互相的挤压 等住 这时候改变了一下节奏 不选择发大力而是选择先轻兜带起来 4比2 因为这种这种揭发球你把球先挂转或是带的比较慢 对方第一时间也没有那么办法那么好的做反拉 通常盾的那一拍就只能把球防回去 那就可以再做第二板的加压发力变现或加质量加节奏 哇 掉动到了 好球 哇 哇 这球可以真的仔细看一下如果重播的话 凡正东这个球虽然是掉动到王鼠心 但这个球你发现这个球就回来之后是带一点插网 凡正东还可以再多蹲了一下等的半拍才出手 因为插网之后整个会变节奏跟变球的高度 帽高了 哇 漂亮 这个就是上一局凡正东想要做 但是一直打丢的那个位置 这一次有稳稳的掌握住了 对 上往腿撇了一个大直线 上一局是想要侧身冲这一板大斜线跟上来调这个位置 都无畏失误比较多 弄得批长 3比6 好 谢谢 哇 自己这个揭发球并没有掌动它的位置 嗯 6比4 6比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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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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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7 7 7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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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幸運球 等於直接宣告這一局我要了 別搶別搶 4比9 直接做了一個高拋啊 哇被甩掉 直接甩了 六個局點 哇好像直接甩開啦 11比4 番震東強勢回歸 拿到了第四局 現在打成了2比2平手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繼續看回到這場比賽 番震東 現在追成了2比2 第五局的發球 對串方有點像是在三四局 互相各讓一局然後重新又開始了 又是從第五局開始要打一個散戰兩勝 好漂亮的壓直線 這位置第一時間確實 王屬心變不了辦法跟到啊 所以雙方還是不斷地在弱點的進攻線路上去做一些調整跟壓制 不管是速度還是節奏或者是直接力量上的壓制 所以兩邊的那種還原跟恢復的能力都要特別的快 因為發球稍微旋轉沒有做到或是弱點被掌握住 基本上會找不到球啊 主動批長做壓斜線 反正當這幾個球走得非常的強勢 也壓得非常的順暢 好 三比一 中路的球被頂到 第一時間沒有讓開啊 王屬心感覺在擰球上比較 要刻意地往中間去擰 而且是增加比較多的旋轉 不是那麼強的速度 哇 這兩個球領到正手去 基本上就是被凡任東壓著打 他即使有回來下一板已經主動去頂變線了 但凡任東這個反打 或是那種等一拍在甩的能力還是很強啊 呃 非常漂亮 哇 非常漂亮 這 Perfie,非常漂亮 啊 這個球 變線的攻擊 從第四局開始 這個大角度的進入越來越多了 批.... 反所謂 去甩他正手的這種反撕帶啊 像是有點到甩的動作了 2比5 頭長的 又是插網 今天從四局第四開始 幸運球特別多 已經三顆了 而且都是這種幾乎救不到的死亡 這又是在中間的位置造成反正中的敏球失誤 6比3 等住了一拍 這球把球等慢拉轉 楊主謙是沒有跟住這個節奏 可以看一下這個出手時間點不太一樣 他想要等一個快的去做反思 但是反正都拉了一個慢的 等了一拍想要側身去甩但也沒掌握好 等於這兩局王楚清有點 整個氣勢不見了被壓住了 如果再擺脫不出這種套路 他真的是越打越被動 又是一個反抖想要主動的防守 沒掌握到弱點 9比3 起位 主動上來擰球 找到機會發力直線 這球算是反正龍給的位置跟弱點沒有給的太好 哦 位置上刚好在凡准备的位置 是 反正都这个球自己 在发完球的站位上就退了半步 所以出来拉的时候稍微顿了一下 算是有點不必要的無謂失誤 5比9 等住的出台 哇還被一時間側針兜到 看他需不需要喊個暫停 緩一下 好就暫停了 對因為這個球確實 對王楚清來說 他是擠到的情況下 用一種靈機應變的小側身撇拉直線 但對凡宗清來說 這個球我已經算住到 而且應該要得分的球 硬又被他凹回去 心情上跟氣勢上會有點影響 加上本來這局穩穩的要拿下的 對於王楚清這種好像半放棄 可是又在偷拚的狀態 他如果不把他先拿住的話 如果就被追上來 那個是會自己 會影響到自己的信心跟士氣 因為打法上都已經穩定跟固定 已經可以得分了 只是剛好幾個球打不順沒得分而已 所以凡宗這個時候 喊暫停也是很合理的 就是自己還一下 反正先把這一局拿到 在前兩局都很穩定的氣勢 再連拿三局 第三局拿下之後到第六局來講 整個氣勢跟打法會 自己會相對比較穩定一些 那剛剛也講過是 王楚清比較會打順風球 那在落後的情況之下 能不能再出來拚 尤其是拚的是凡正東 凡正東可能也預估到這一點 所以他勢必把這一局先拿下來 第六局對他來講 怎麼打都是他上風 選擇上去擺 來 這個球偏長了一些硬擺 但是擺長了 好 發球回到了凡正東手上 9比7 被追到只差兩分 差往重發 對 應該是發這個位置 讓王楚清擰的話 凡正東可能要等住中間的那個位置 是要直接快的反手 甩絲或是側身拉 就能夠做一個比較快的回擊應變 看這個球會不會去改變發球的落點 前兩個球插往剛好可以去 試探王楚清的站位啊 換了一個發球 主動的批長 喔 來了 局點 10比7 這個球 哇 黃正東也稍微保守了一點點 沒有像前面那麼 勇敢的直接反甩 看這球是貼了一個慢的偏中間位 帶一點點的側旋 那也迫使王楚清的銜接上 站位不是那麼好掌握 再做一逆測 哇 黃正東 穩住了 拿到了第五局 現在是3比2 率先聽牌 領先的王楚清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回到我們轉播現場 好 黃正東 連拿了3局 現在是領先王楚清 3比2 第一個球就特別的兇 好 黃正東 因為反正都現在有一局的領先 又加上是連贏3局的氣勢 是 有這種拼搏的本錢 放慢的把他轉 達到好的效果 好 1比1 哇 這個球 就是王楚清在前兩局 最常得分的手段 反手一個反思帶大斜線 不過可惜這個球沒有把握住 哇 黃楚清可惜了 這個搬出台的第一時間 發力沒掌握好 是 哇 球這個球 連續的攻擊 結果 並沒有辦法去 做連續的回擊搶攻 因為反手甩完之後 還是被 王楚清給反拉到 所以其實這個是在 兩邊箱子上 就是站位 就是左右手對打的箱子 一個特色 一邊如果先壓制住 同一個方向的時候 另外一邊 不管是正手還是反手 都會越打越需要 3比3 1比4 1比4 2比5 2比4 1比4 4比4 6比4 1比4 被他甩都插網的話 王俊俊大概就自動投降了 這球也是差一點點 好球喔 有點被擠壓到的情況下 還能夠回的這麼漂亮 地板中間等 你看架了一下 帶了一點幸運的插網 所以確實掉得非常的快 王俊俊必須要沉得住氣喔 如果還想要拼你回來的話 畢竟現在氣勢在馬龍 反正都在這邊喔 他勢必要能夠再穩定一些 突襲了一個長球 在夾壓直線 兩個線路壓得非常的漂亮 這個套路也做得很好 撥比斯 哇 漂亮 側身的大角度喔 而且是左手打右手 或是右手打左手 最常做的 你看這個撇的位置跟角度 又帶一個往外側旋的效果 所以移動上跟防守上 不是那麼容易掌握 哇 可惜自己的領球術 其實算是掌握到了 王主持 加油 加油 王主持 加油 他就做逆側 哇 蹲滴 拉轉 但對王主持 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掌控到 反思的一個點喔 7比5 所以你其實可以發現喔 凡正東的這種反手甩 其實你比較像是 進來自己的主動發力甩 那王主持 這種球就是 借他的旋轉 再手腕兜一下 帶出去也是大角度 發力的方式不太一樣 但造成的結果跟角度 都是相同的 哇 漂亮 剛剛王主持沒有掌握到的球 凡正東掌握到了 直接側開反手擰直線位置 過 對王主持 來說 這分很重要 7比6 哇 還是被甩了一本 哈哈哈哈 直接被追平 7比7 這個發球有一點 球貌高了一些 反正東也並沒有 真正的往正所會移動 所以非常快的站回來 等於是掌握到一個機會 跟著直接搶攻 對王主持 偏長了一些 哇 又有插網 哇 這個球算王主持跟得很緊 所以你看 凡正東這個球 連續的進攻的時候 第二板還帶了一個插網 他又蹲得下來了 這個球反而是讓凡正東 想要去硬拼一板大斜線 確實也調動到王主持 但可惜沒上台 不然可能這個球拉近 整場就大局已定了 現在還有變數喔 哇 9比7 8比7 這一球 空駕到 排高了 漂亮的連續反手閃 這球想要做一個擺短 我這球想要做一個擺短 但是擺短 你看對手位置 反正都是被壓制的狀態下 反手只能勉強做回擊 就給不出角度了 王楚清三個局點 10比7 一樣再擺一個 哇 11比7 王楚清拿到了第六局 現在比賽還是要進入決勝的第七局 休息一下 我們要上回來 回到我們轉播現場 WTT球星挑戰賽盧比安娜戰 男子單打的冠軍戰 王楚清跟這個梵振東 現在兩根打到了3比3 進入決勝第七局 環振東發球 環振東發球 快來快來 Po了一個直線藏球 從第一局 還是到第三局後 就沒什麼再出現的球 藏了很久啊 這個球 1比0 哇 這個球滑太長了 想要發在中短的位置 不小心出台了 在第七局看雙方 有什麼戰術上的變化 或者是有一些壓箱寶要拿出來 是 去做一個比較好開局的壓制 翻出台拼反拉 頂到了 這球跟得非常緊 壓得很低 幾乎是帶著網子穿越上的 因為畢竟環振東拉的球是真的非常的低 又非常賺 這個位置 一樣的點再一次喔 那反正就直接再進上台 做反手擬的一個側旋 你這個角度往 王主星的中間偏反手會走 不是讓他那麼好的去帶絲帶頭位置喔 來 走 二比二 走 還是在中間偏反手會擠壓反正東啊 第一時間猶豫了之後再測就來不及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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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高了 哇可惜 這個球 王主星是被擠到的情況之下 帶了一點點的上旋 看起來就帶點磨了一下 然後節奏上變慢了一點 反正東想要第一時間去出手的時候 旋轉不好掌握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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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主星 王主星 加油 加油 還有 但是好像王主星一直要讓著一分到兩分的這種球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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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開始 走 加油 加油 оже 凡震东真的没有轻易要认输啊 4比4 我说给这个又是幸运的插边 现在就是考虑王楚健的心态了 对 现在非常让这个凡震东给超前了 对 这位过去是插边球啊 掉下去了 5比4 有可能王楚健会不会被影响的太严重了 有操王 可惜 又是盘震东一个幸运球 但他其实已经跟住了 对 对 你看这球救得非常的漂亮 角度也没有到很高 反正东硬甩他也硬扛了两下 我觉得比较像是他甩的那一个球 救上来之后 观众的那个惊呼声去影响到 他的这个发挥就被这个球去顶到 不然这球如果拿下来的话 我觉得整个气势就翻盘了 这个勾手 弄自己的拧球上加了一点点保险 想要把他拧的比较赚一点反而是出界 5比6 还有 硬甩两下 被追平 6比6 反正东这个球相对的被动一些 然后在中后台硬是扛了上来 不过你看这个时候汪福军就真的有准备了 把点压制在中间那个位置 不让反正东那么好的站着甩发力 加油 这个球 先退了一步 那个手拿上去 又想要跟又想要控 最后想要选择反摆 但是直接被选择吃住 所以反正自己发挥球之后的衔接上 站位就有点失误 哇 王鼠青里先8比6最后三分 对这几个球都是反正东自己稍微 比较急着发力的失误 而且这整局来讲气势都在反正东这边 各个插网运气球都有 那王鼠青还能够硬是扛了回来 就看这两分的发球 反正能够做一些调整 因为王鼠青用勾手的方式像是 偏側上 然后不让我反正弄那么好的发大力 而是用弱点去调整控制他 刚才中长偏长了一点 这个发不好 对所以西西有点两面刃 他的勾手如果能够发的够直短 然后刚好偏低一点 反正不能够直接甩的话 王鼠青是有很好的进攻机会 但是就像刚刚这样稍微冒长一点点 而且冒出台了 反正甩前这个球 王鼠青也不是那么好处理 重发 8比7 勾到中间 再变成了8比8 双方对于发球的掌握度 都没有办法把握 那这样真的 书影很难讲 就看这两个球 反正会不会再偷袭一个长球 或者是直接等着王鼠青的你 来做两面的反拉 把长的甩出去 还有 哇哟哇 你看这两边的掉动 这两个大角度的甩带 确实是让王鼠青非常的难回击啊 都压在前面点这个动作 9比8 哇好臭 10比8 现在樊振东出现了冠军点 这个球确实第一时间跟到中间先测开之后 马上 你看他调回来角度非常快 感觉已经刚卡回来 那个头快卡到自己 马上都调整回来给出大角度啊 ater 王鼠青的发球 直接拧出去 哇 出氣 這球本來是 前面都是擰到正手位了 這顆球可能想要臨時做一個調整 擰到直線去做個變化 感覺上就是 王鼠琴這種發球 陷入就是套好了 擰直線不好擰 擰斜線比較好擰 直接擰斜線再甩出去 哇 這個就像這通大意了 這兩個 這就是打好打滿 對 一個是甩對了 你看王鼠琴有等到 直接發力完 他覺得應該中了 但是王鼠琴就拚了一板回來 所以這個球算是 樊振東自己稍微大意了一些 認為甩完那個球應該就有了 直接頭長的 哇 再拚到反拉 十一比十 再出現冠軍點 團振東有始有終 發的第一球就是長球 反手長球 然後壓制 最後一球也是發長的反拉 如果他贏的話 就是他這個發球的第一球 跟最後一球 往正手送 等住了 終於 十二比十 樊振東 拿到了決勝第七局 最終還是能夠以四比三 翻倒王楚清 拿下了盧比安那戰 男子單打的冠軍 我們來看最後這一球 差一點點在差點 兩個人真的旗鼓相當 你來我往的 打好打滿 打到了第七局 DEUCE之後 終於還是讓 凡震東收下比賽的勝利 好 那我們進一段廣告 稍待回來看 頒獎典禮 回到轉播現場 盧比安那戰 男子單打的決賽 這場比賽最終是 凡震東 四比三 擊敗了王楚清 這個 星科球王 真的 大家就做一個星期 馬上要再讓 凡震東把球王寶座給 拿回去 但這場球真的 最後輸贏就在 一兩球之間 沒錯 所以確實啊 王楚清也是展現出 他有這個 確實有這個做上球王 他的應該是 應有的實力 對 因為他其實連續 朝之戰也都表現得 非常的好 沒錯 對上 凡震東 目前為止還是一個 嗯 輸多贏少的局面 那賽前呢 雙方是讓凡震東 八勝兩敗 現在讓凡震東 擴大到九勝兩敗的領先優勢 不過即使這個王楚清 他坐上這個球王寶座 他也是很低調 他說他 要距離這個世界頂尖球員 要距離 包括東哥啊 包括這個龍隊啊 他都自己認為 實力上還有一段差距 他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 但這個小老弟 還是很謙虛啦 在兩位老大哥面前還是不能造次啦 對 儘管說那個排名能夠站上第一 確實是令人非常高興的事情 確實是讓他站上生涯巔峰 但是真的 在講話的時候還是要注意到 還是很尊重兩位老大哥的 畢竟也才22、23歲而已 這個大頭還是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 沒關係 未來路還很長 繼續加油 繼續努力